阿萬大連外道路溪水暴漲 河水逃逃 畫面驚險 橋面被拉起封鎖線 43名遊客一度受困森林遊樂區 最後被直升機救下 直升機駕駛艙39秒空勤視角 縮實影像 記錄下遊客回家的路 阿萬大森林遊樂區 林溪道路被溪水沖刷 掏空地基 園區內小木屋一帶也嚴重淹水 頭83線物射往阿萬大路段 災損嚴重 另外一道路被土石阻斷 觸目惊心 至於頭89線 仁愛祥例行產業道路 原本路況就差 還有全台最爛道路的污名 這次更是不敵颱風大雨襲擊 土石大面積崩落 滿目瘡移 空牌鏡頭下除了機具搶通 遙無人煙 一片死急 宛如孤島 很多的產能跟職業是在這裡 一般要我們輕易放棄村莊是不大可能的啦 只是說要怎麼樣去達到這個 讓我們也有安全的回家的路 一次找到失蹤的民眾 搜救隊員及國軍挺進仁愛鄉金英村 尋找一名失聯的林姓男子 林姓男子騎車巡視菜園卻失聯 搜救人員先是找到他的機車 隨後在河谷附近找到他的大體 溪水不斷沖刷 男子滿身泥泥被壓在石堆下 早已失去生命跡象 搜救隊初步研判 他可能是被落石擊中 丟落山谷因此喪命 也是此次颱風中仁愛鄉守衛罹難者 除了金英村 另外在仁愛鄉仁直關附近的 飛鋪露營區 則有八名來自各地的搜救人員 小心翼翼涉水而行 成功帶出兩位受困民眾 南投山區原先四處碧綠山巒 卻被風災大雨 無情摧殘 救災救難持續 物資補警 安置協助救醫 都成為首要任務 記者東瑋翔 劉宇王是韓南投 蔡桐高島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疫苗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弄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